觀眾朋友 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十月一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今天是中國大陸十一國慶日 今天上午八點鐘 香港也舉行了升旗典禮 支持站中行動的學生還有民眾 他們用靜默還有背對國旗的方式 來表達對港府的不信任 而在升旗典禮期間 也有不少人高喊 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下臺 剛剛最新的消息是 香港學聯今天下午發出了最後的通牒 在明天晚上十二點以前 如果港府沒有任何的實質回應的話 他們將佔領各行政機關 站中和平的學生在金子晶 廣場外面大喊口號 希望梁振英可以聽到他們爭取 真普選的決心 春期典禮一開始演奏中國國歌 但有不少站中學生背對國旗雙手交叉 代表不相信香港政府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用靜默表達和平抗議 由於站中民眾喊口號要求特首梁振英下臺 也和反站中人士爆發口角 站中學生在升旗典禮外喊口號 香港警方也高度戒備 雙方並未發生衝突 而香港站中行動三十號晚間人潮破過去紀錄 就算晚間下了好幾場大雨 但大家撐著雨傘堅持到底 也有人自制不要吹淚彈的標語 向留守在政府總部裡的警察喊話 我們真的沒有武器 我們只是想要表達我們的需要 你不用吹淚彈來投擦我們 如果他們碎我們的話 我們就躲下來了 香港站中發起人陳建民表示 10月1號國慶是站中預期完成的目標 現在站中能量已經拉到最高 不能說退就退 相信佔領行動近期仍會持續 也等港府接受他們退回人大決議 以及梁振英下臺的訴求 否則梁振英一天不下臺 站中和港府的對抗 就像一場零和遊戲 香港不會有新的選擇 如果你對話談判的對手是梁振英 一定是零和的 不是他贏就是我們輸 不是我們贏就是他輸 是這樣的 可是那個其實他騎不騎腳 不是他個人意願的問題 北京在這個事情裡頭 有最決定性的 香港十一國慶 在旺角金中和銅鑼灣等地 仍有許多民眾聚集 陳建民表示 這三地已合成香港的民主大廣場 而香港學聯也說 在2號晚上12點以前 若等不到港府實質回應 將佔領香港各個行政機構 但和民生相關的消防機關等 則不在此線 記者有小應的 齊吳家寶香港報導